我可以很方便的去把我 電腦螢幕就分享出來 一鍵按下 高中老師就能和多位學生 遠距上課 因應疫情擴大 許多大專院校 以及國高中啟動遠距教學 因為介面操作簡單 功能強大 大多使用Zoom視訊軟體 沒想到爆出資安疑慮 政府一聲立下 全面禁用 讓老師們無所適從 有過會議是突然莫名其妙 為什麼螢幕被調整 但是我不曉得是誰去調整 因為我明明是會議主持人 其實社會科老師 他在上一些社會議題 他也擔心他所上的內容 全部都被 教學到底有沒有資安問題 台大教授葉秉承認為 比起資安軟體互動設計 更重要 為了疫情準備課程 過去幾個月 大家辦了好多次研習 卻因為立委大動作質詢 政院公文一下 教育部只能吞下來 還說在台灣 只要事情沾上政治 就沒有討論空間 心疼師生 努力準備 一切成功 在教室裡面的一個工具的使用 不是說改就改 馬上就改 教學界出現部分反彈聲浪 也有校方認為 不可能說禁用 馬上就換程式 有網友在教育部臉書提問 希望唐鳳研發一套安全視訊APP 竟調出本尊回應 說從入閣以來 一向是自己嫁和維護系統 還貼上多項替代軟體 Zoom他曾經在他的用戶不知情的情況下 把使用者的資訊傳給Facebook 必談政治考量問題 行政院發言人古拉斯強調 一切以國家資安為重 教育部也將原先放置在教育雲上的Zoom 相關使用說明文件全面移除 推薦其他軟體讓效仿使用 記者謝君仲 林恩如台北報導